欢迎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来关心大陆的经济议题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曾经宣布 会透过大陆央行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 而现在这批资金的用处已经出炉了 大陆国家发改委最新推出了两新计划 以节能减碳降碳为目标 利用国债资金来支持全国企业的设备更新 而这项计划总投资将近8000亿人民币 预计将会带动全国各类设备更新超过200万台 现在发改委推出这个两新计划 而投入了8000人民币 我想先请这个上志哥您看 这个大家都在想说 他要点燃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 觉得大概效应对于整个内循环的荣景 能够带来多大的注意 对于这件事情影响很大 但我首先整理一下 刚刚前面应该讲 这个是习近平宣布 是中国大陆国债举债来刺激清击 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 过去中国大陆因为一方面比较保守 二方面国家政策比较谨慎 有多少钱做做老师 长久以来 所以这个举债你可以体现到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政府中央核心 开始变灵活 举债这些现在其他国家 根本是每天都在举债 但是这个部分对于中国大陆是 所以不能小看这件事情 那么这次8000亿人民币 其实就我所知应该只是第一波 和这一波已经大概将近4兆台币 你看是我们的GDP的什么规模 而且它很具体 而且有意思 我最长期跑新闻观察中国大陆 发改委过去出的政策都高大上 出一个具体的目标 然后地方各方面再去想办法实质的东西 然后他们再来监督修改 但这次这个双新政策 设备更新 消费品换新 发改委管 都这么基层这么细 穿越了地方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在思考的灵活度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在中国大陆自己党媒的评论里头 很具体提到 这是针对于基层的 就是它的投资面是针对消费的投资 然后在消费性的投资 刚刚听到设备 消费品 好 民生的投资 比如说很多电器会更换 延代的就会到市政投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一些电梯啊 什么一些市政机 也都更换 所以在这个所有要更换过程里头 我们就看到了绿色转型 中国大陆作为新人员 跟所有喊的喊的都要减碳 这一波你就可以看到 可以想象中国大陆 从基层方方面面用的 所有可能会用碳减碳的 哇 这一波又清干净 配合整个产业转型也好 民生家电都换到 然后配合新力量政策转型 包括先前新职生产力 所以大陆一波波的紧扣 你可以看到它 这一波补贴会到个人 也会到产业 也会到这里 恰好也把一些乱七八糟 骗人的那些山寨产品的产业 撑至少光 所以我们在讲说 中国大陆我们要了解 他们在所谓 在做这些政策当中 一般外界看 看来多分都说三道四说 以前做都一波 怎么样 但是我从前面刚刚讲 国债很少做 举债 然后发改委哪会管理到一个 家里电器更新 怎么可能 所以这种思路灵活 我想中国大陆在研究自己 内经济 自己本身的经济问题 究竟要怎么改 你看看这么中央 这么高 现在考虑到这么几层 倒不是说不相信地方 而是现在作为宏宽调控 跟朱镕基时代 透过政策下发的宏宽调控 乃至于现在好像AI 精密设计到方方面面 它的连带性关系 把现有的中国大陆 像刚刚讲新能源 绿色产业 在全球都第一名 这个优势继续加强 打到底层 这种连环权 我们就不能只看 我也不能讲它好 因为很难做 所以这个过程里头 也会让地方 有很多执行上 很多的压力 因此现在政策刚出来 还会有出台 很多连带的政策 所以至少 我才刚从福州回来 福建回来 就感受到他们 地方上压力重重 每一个部门 大家都在卷 不只地方在卷 政府官员 卷得死去回来 接下来关注的重点 应该是在执行的层面 应该如何来落实 当然你可以发现说 中国大陆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其实它会兼顾 它是比较全面性的思考 包括说它在刺激经济的同时 它也必须要考虑到 全球永续 现在整个大方向的目标 应该如何来配套 两星计划在推出之后 当然也立刻就激励了 大陆方面像是铜铁 这些基本金属 还有工业原物料的价码走高 像钢铁金属相关使用的领域 像是汽车 家电 船舶 机械 这些钢铁类股 全面走扬 对照政策推出之前 大陆钢铁业 饱受一个 大家在认为是 产能过剩的一个挑战 财新就报道说 2024年春节以后 中国大陆的钢材市场 就呈现了价格下跌 而钢铁业前八个月的总亏损 来到169.7亿人民币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 也显示说 今年前八个月 大陆的出口钢材的价格暴跌 均价是每顿777.2美元 比去年同期要下滑了22.7%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个新的政策或多或少可以疏解 我们先前所刚刚讲说 提到的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 但是能不能够一举来解决 敬文雄的看法 我觉得单靠这个两星计划 就能解决这个不切实际 特别是你想 它能带动多少钢铁 这种产能过剩 这样的一个舒缓 这个问号我认为是很大 那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这一波会钢铁产能过剩 而且整个钢铁业亏损严重 其实主要就是和房地产不正 就是直接致命最大的关系 特别是这个与去年同期 像今年这个相比 包括房地产 这种房屋的一些开发案 还有就是房屋的新屋的开工 这种专案 其实它下跌分别有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几 因此导致目前这个大陆内部 这个经济需求疲软不正 试想大家房地产很多 不是被套牢 那就是你的房价 你在这个市值上被腰斩 甚至有人说只剩下三分之一 就导致了你对未来 你的经济前景非常非常担忧 不敢随便多花钱 宁可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这就是导致目前大陆经济困境 很大的原因 当然这次说这个 所谓两星计划 确实在这个指标上 好像有打了一点鸡血 让大家觉得有这种利多的消息 刺激一些股票上涨 但你后续能否在计划的落实 还有你有没有其他的政策 能够进行相互的配合 我认为才可以看得到 你单靠这两个我认为是很难 特别我们看 它钢铁过剩 但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世界传播的建造 还是No.1 基建还是在搞 很多风能基建也是在做 但它的钢铁还是消化不完 正代表了 其实大陆在这个房地产这个部分 如果说能够予以快速的振兴 或相当的触底反弹 我认为对于它这种钢铁过剩 才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舒缓效果 这个效果会比 所谓的两星计划来得更好 对 不过两星计划 它毕竟是一个很创新的创举 然后政策就是这样子 一波接一波的 你不知道它下一步还会有什么 这一波先推一个两星计划 那接下来大家也会关注 还有哪些新的政策 当然现在不只是透过这个两星计划 要向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 投入大笔资金 在画面右上方 我们看到国家发改委的主任 郑炸杰 27号他也召开了一场座谈会 和雅各尔美团 中天科技 东软集团 还有宝峰能源 这些民营企业的负责人 进行座谈交流 同时听取民营企业 在经营发展的真实现况 还有包括他们现在 面临到什么样的困难 在会中 郑炸杰就特别强调 民营企业跟民营企业家 都是自己人 要全力帮助企业来渡过难关 好 听到了这个发改委主任 强调咱们都是自己人 我们国家政府 一定会帮着大家来渡过难关 这是不是反映出说 国进民退的这个政策 有可能会调整 或甚至转向呢 老师您觉得 太明显了 要准备调整 要准备转向 这个问题的话 是大陆所有的问题 这个问题跟我们哲学有关 这个问题就是 在大陆要建立过一套 在社会主义底下 有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 因为大陆现在 经济整个下滑的问题 请大家要记住 大陆现在的努力的方向 是这样 不但是要追求社会平等 也要追求共同富裕 你只有社会平等的话 那很容易 但是共同富裕要怎么做 要靠民营企业 对不对 因为大陆现在经济遇到的下滑 主要方向就是 房地产过剩 价格下滑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这个 年轻人的就业力不足 还有一个就是消费信息 几乎是崩盘 所以这三者讲起来的话 那么现在唯一的办法 对于民营企业来讲的话 这个思想上要转 我想一定要拉到 意识形态来做 就是说企业家是企业家 不是资本家 你要把那个观点收起来 所以说这里头的话 会有一连串的改变 比如说最近的话 我甚至于觉得说 那个洲际导弹的发射 都跟大陆的经济的信息 有关系 至少我个人就觉得说 大陆有了这种 保护自己的安全 对不对 你可以保护自己安全 如果你都不安全 因为资本有两种 一本是魔力的 另外一种是避险的 对不对 你现在魔力的跟避险 到大陆都非常好 大陆本身在引导的过程当中 我必须坦白讲 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 是没有这个理论的 是没有这个理论 我自己做哲学系的话 我没有这个理论 但是你只能够摸着石头过河 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大陆 这几天的话 那个人行一下子做出来 整个A股的话 就是涨了这么长时间 对 就会发觉说 你只要政策越宽松 所以说你这边讲说 整个规划 重新让民企业发展 它的活力当中 最重要的是服务业 就业最多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我们太了解了 年轻人 你要他去做工的话 挑石头 他不干的 对不对 服务业的话 就是说穿着西装 打着你再吹着冷气 这个他都愿意干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么民营企业 是才智能够维持的 而且不是考公务员 对不对 因为你最好的人 考到公务员的话 那个产生的结果 是人数不多 而且就业率 不会因此而改变 所以说要依靠服务业 最近我听说 连行动方都有可能 要重新开始 对不对 教育类 教育类的话 大家觉得补教类的话 既然你觉得教育这么重要 你不能够逆得来搞 我觉得这里面凸显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就是请大家要稍微注意 大陆的政策 在集体领导下 是采纳所有的意见 而且非常非常 具有弹性跟实用性 那么如果说 你认为说是 这个大陆就是这样的话 来我告诉你 没这回事 因为你对大陆的经济发展 只要有利的发展 它就会做改变 这个其实也就是 辩证的思维了 老师点到一个重点 政策上面 其实最厉害的就在于说 它要保有一定的弹性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的焦点 刚刚特别提到了大陆的房地产 你现在看到大陆方面 也要出手来调整这个市场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 9月26号就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了当前的经济形势 并且部署下一步的经济工作 在会议中很罕见的大篇幅部署 房地产相关工作 而中心社旗下的微信公众号 国事直通车 他们就分析说 其中有不少的说法 都是第一次提出 特别是部署 楼市方式的不寻常 有三点我们整理给大家 第一点就是促进房地产市场 止跌回稳 对商品房建设 要严控增量 优化存量 提高质量 第二个就是加大白名单项目 这个待放的力度 支持盘活存量闲置土地 第三就是回应群众的关切 调整住房限购政策 包括也要抓紧完善土地 财税金融相关的政策 最近真的 现在看到是说 比较少在听到说 房企暴雷的 这样的一些新闻或事件 约老师您看到 这次又看到说 在部署楼市上面的特别之处 您怎么看这个政策背后的思维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连串的因果关系 因为你刚刚讲到 就是盐控增量 盘活存量 提高质量的话 这是基本上 就是说房地产 最大的问题就是盖太多 盖太多多到什么呢 就是大家了解 大陆的房地产盖得多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台北买房子的话 就是三个字原则 都是location 对不对 你如果在这个金上广深 你如果说在这苏州到杭州之间 那个房子的话 这个就是 就是说是这个 在整个江南地区 就是这个最富裕的地区的话 买房子的话 住得都非常舒服 所以大家都可以了解 但是我有时候 跑到甘肃去那边 一片沙漠之后 也是一大堆大楼 我当时就在想 谁买啊 公过于求 不是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这个要 要严控增量 就不能乱盖 对不对 然后就是优化存量 提高质量 所以我觉得 大陆本身来讲 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首先的话 它就是要提振消费的信心 然后再者的话 就是要降低 降低你的利息的量 降低你的银行的存款准备率 然后让大家要能够感觉到 房贷的压力不这么大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让烂尾楼全部盖完 你不要对不起穷人 人家穷人 人家一辈子的努力 就是买房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做对的方向的话 那么原来我会觉得说 大陆的房地产的恢复 是逐步的了 当然原来有一些的话 经常往生 或者在加拿大杭州 什么成都 什么这些 它不会有太大的跌幅 因为它很舒服 它的的确确是很舒服 我可以在这边 以个人经验保证 就是说住得很舒服 但是有一点 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说是 你刚刚说 如果什么大型的房企 都不会倒来 该倒的倒完了 就是该出事的时候出事 已经洗衣服 恒大 碧桂园什么的 就是说那些 但是他们基本上 之所以没有 爆雷 并不代表它完全的倒闭 主要原因是 不让它倒 因为有太多 没有交屋的案例 这个会影响到 社会的稳定 因为有很多人 一辈子的辛苦的奴隶 好几代人的奴隶 就是在一个地方 买个房子 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 我讲到说 如果我自己就是住在一个 比较乡下地区的时候 那我买我自己住的 城堂的房子 换个房子 从这个农舍 变成有电梯的大楼 我觉得也挺好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说大陆的房地产 要救的话 一定是整体经济 然后要促进消费的信心 还有一点之后 就是大家老百姓的收入要增加 老百姓收入增加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你有工作 就收入增加 另外一种是 你要付的利息降低 所以我觉得说 我不敢预测 大陆的房地产是怎么样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地点位置会出现不同的发展 这是一定的 你怎么看今年大陆方面 希望能够保五的这个目标 我觉得以目前的政策来讲 目前真的提出来 就是为了保五 就是为了保五 我们可以拿来作为检验 到了2024年结束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下 就是说大陆的 这个所谓的制度上的优势 能不能有具体的作用 目前为止 光是看 其实我觉得这是所有的 就是最近A股的表现 是所有的动作中的一部分 也是刚开始 接下来会有很多大招 你讲那个8000亿 他讲说分成5000亿跟3000亿 所以还有5000亿 还有3000亿 那就是上万亿的情况 会屡见不鲜 确实 这个房产 我们知道说房地产市场 永远是经济 不只是中国大陆 许多国家都是 带动经济的火车头 那接下来看到说 我们在市场上 常常听到一句话 就是春江水暖压先知 大陆苏州市在9月21号 在他们苏州 这个高铁新城板块的 龙湖玉湖境 启动了首次的开盘活动 开始推新案 这个推出191套的房源 总价是在人民币 大概是319到989万不等 这个建案被定义是 苏州市第一个 第四代纯洋房小区 而在首度开卖 结束不久之后 这个建商就推出一个海报 说开盘销售金额 冲到4.5亿 热销的原因就是 这招真的厉害 透过赠送面积的方式 让最高实际得房率 达到120% 也就是建商免费送给 买方一些评数 有一家Top10建商 上海公司的营销负责人 就分析说 在这个市场竞争 非常激烈之下 建商现在透过 类似的方式 就是希望让产品 能够有更多动能 展现建案的优势 这个刺激房市 就是买房的招数 这我们看到的其中之一 就是透过赠送面积 那怎么看这样的操作策略 还有就是说 当然刺激买房 除了建商 他们有不同的花招以外 政策 刚刚就提到 政策还是最重要的 前阵子我们大概都听到说 中国大陆有好多地方 像黑龙江的鹤岗 在那个地方 5万 10万买一套房子 大概20多坪 台湾的坪数 而且房子盖好的 可不是 而且是持人可以入住的 后来这个在中国大陆也热议 微博热议之后 后来发现在清点出来 各地方有反应 全中国地方包括江浙 刚刚提到的江浙一带 上海 就近郊一带 加起来全中国大陆 95个城市 30万人民币 就100多万台币 就可以买一套房 现房可以入住 所以当时其实讲了一波 中国大陆的 哇这个青菜白菜价所提到的 可是为什么对比这一波又有一些涨呢 就是这些又有地方 我想其实中国大陆是这样子 我们如果拿台湾的房地产观点 来看中国大陆观点 真的是找死 就井底之外 遗管亏报 中国大陆那么多的城市 而且有一个 我每次在听 我们自己在讨论 在分析 特别到财经节目里头 在说三道士讲 中国大陆什么泡沫经济化 我先想说你们这些专家懂不懂 中国大陆土地是国家的 也就是你只是使用权 比如说我在北京的一些朋友 当时幸好我没买 2000初年我在大陆 本来想朋友圈买的房子 没买 因为可能30年使用权 现在只剩10年了 像这房子价钱就低 就中古屋 所以也就是说 铁打林房流水的兵 中国大陆的很多的 房地产我们在讲什么风暴 可是最后政府是做庄啊 所以在台湾每次都不懂 在分析这个东西 讲如果泡沫经济会拖垮 永远拖不垮 关键是国有土地了 对就是都垮 房地产都垮了 国家不会垮 国家土地的增值 更不要说 在中国大陆其实是这样子 从去年8月很明显的 中国大陆推出了 一连串的解决房产问题 跟过往 每次宣称觉得房产不一样的 首先包括在政策面上 刚刚很清楚 刚刚老师前面讲 碧桂园 包括恒大 就被扫掉了 你再大 过去说恒大倒 国家就倒 中国大陆让你倒 碧桂园就倒 不良资产 你们这些企业 没有认真把自己搞好的 就把你淘汰 下狠手的低点 所以过去所有这些耳语 资本市场的耳语 全部虚零 第二个部分 是在先前去年年底的时候 中国大陆推出 大概6兆的台币的资金 在这里头干嘛呢 它给地方政府担保 也就是地方政府 把一些没有烂资产 房地产市场倒了不行吧 建商不付钱 给继续盖的吧 民众不愿意很害怕 不搅带坦的吧 政府做保 把这个项目做起来 这栋楼盖起来 资板活化起来之后 就卖掉了 盘活起来了 由政府盘活 就用这个钱在做 所以现在 而且先前资本市场 想说我跑进来赚一票 因为房地产市场而好 发现中国大陆慢慢弄 它没有全国弄 所以去年香港 中国大陆房地产基金 投机 想说中府做多 赚一票 砍一票之后 再把它做空 全部被讨牢 还出来道歉 说什么呢 市场体温 渴望跟政策的体温 不一样 那么我想 这些部分都会体制到 中国大陆不一样 最后我要注意 我大概要注意 9月26号 习近平说的一句话 叫做努力提振资本 中国资本市场 这句话出来 一个礼拜之内 中国全有的股市 包括香港 涨了13% 交易量 创天量 是08年之后 涨了最多的 超会季限年限 房地产的动能 跟 股市的动能 跟房地产的动能 众所兼之 都是联动的 所以这一波当中 连环权我只能强调 现在再看中国大陆 这两年所做 面对房地产问题 要彻底解决 中国大陆说 他们解决房地产问题 五年 慢慢地解决 而不是在过去 就是说 好像解决了 股市起来了 好像没事了 就是都打一个止痛针 没有彻底解决 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真的是这个 讲到房产 像刚刚又老师提到说 location 我们也知道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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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是最重要的 那么一线城市 动态又是如何 就来看看这个location 精华location 上海某个房仲 就是豪宅的房仲 他就表示说 现在的房东 屋主都不愿意让架了 之前是因为 普遍底价的基础上 再打个折 大概打个五到八% 是没有问题 但现在对他们来说 真的有点困难 因为房东的心态 有了明显的好转 那么除了一线城市以外 像三四线的城市 买房的人的态度 也在最近变得更加积极 根据大陆的 一居房地产研究院 他们有个调查显示 说某一位来自浙江 三四线城市的买房者 他先前已经看过 好几次的房子 但是因为当时市场不景气 所以就犹豫不决 没有下手进场 但是最近在利多政策下 已经考虑要买 改善型大平层的项目 所以大陆房地产的市场 目前这样子 我们聊起来的话 它接下来看起来 是一路向好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金文兄怎么看 当然有所谓金酒饮食 这是一个时间概念 就是传统中国社会 这种秋收时候 消费心理会比较旺盛一点 也使传统上是消费的热计 但结合今年 其实整个消费很低迷 很不景气 是否还能维持以往 这种波动式 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我认为最近股市 比较新弱 让大家感觉比较有信心 可能是一个观察的指标 尤其是十一长假 大概我看大陆相关单位统计 大概有十九亿人次 会在这个假期里面 人流的移动 移动之余 会不会也带动 对于房地产 看房 然后买房 这样的热潮 我认为值得关切 尤其是一些好的物件 好的案子 如果地标好 然后供给一些条件 又剩余以往 我认为消费者会有兴趣的 至于会不会实际出手 或许赚到股市赚到钱的人 他可能出手比较大方 但对于一般平民老百姓 更多的人来讲 我认为他